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 而二战中,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性 似乎注定了这场战争的结束 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 但全世界的人在为自由,为正义,为平等而奋战之时 那些存在世上的压迫与黑暗终将命连驱逐和审判 二战的发生,让这个世界从未如此的硬物压迫、专制与不公 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下 明确了反殖民主义的立场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作为世界舆论塑造者的美苏两国 所施加的压力,非洲去殖民化的进程才得以加速 而如此有利于非洲人局势的发展与变化 使得非洲人对殖民当局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不再像一战结束时那样 仅仅是希望殖民当局改变制度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当下的他们,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 他们要的是黑人性,要的是真正属于非洲人的非洲 要的是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他们已经决心要推翻这个曾经给他们带来巨大痛苦和屈辱的殖民统治 那么在整个非洲的独立浪潮中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独立形式或者说是节奏 第一种是白人移民者较少 黑人独立运动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 主如西非地区的独立 第二种是白人移民较多 对殖民地的独立非常抵制 黑人独立运动发展比较坎坷 甚至一度爆发战争的地区 诸如阿尔吉利亚、肯尼亚等地区的独立 第三种是殖民国家对殖民地经济非常依赖 独立进程推进的极其缓慢的地区 诸如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小国控制下殖民地的独立 战后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利比亚 利比亚的独立相当顺利 1951年英国结束了在利比亚的军事降临 利比亚在联合国安排之下宣告独立 伊斯兰教苏菲教团、塞努西教团的领导人 伊德里斯一世成为利比亚王国第一任 也是唯一一任的国王 1969年 因不满宁老婚用伊德里斯一世统治下的政局腐坏 利比亚军政界发动政变 推翻了伊德里斯一世的统治 随后 军队中颇有威望的卡扎菲成为利比亚最高领导人 卡扎菲是一个放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他意图把利比亚打造成伊斯兰世界中的团结力量 他的激进行为不仅引发了当时北非和跨萨哈拉地区一些领导人的担忧 未来 他还将触动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 在利比亚之后 1956年 又有三个国家宣布了独立 他们分别是摩洛哥、突尼斯和苏丹 摩洛哥和突尼斯 此前一直处于法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 法国人并不希望这么快就结束在这里的统治 但由于阿尔捷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 愈发激烈和难以控制 为了集中力量 应对这个白人移民最多的殖民地 法国开始在其他非洲领地的独立问题上 做出让步 于是 并有了法国对摩洛哥和突尼斯独立的统一 苏丹在此前 属于英埃共管地区 随着英埃相继放弃在苏丹的管辖权 苏丹在1956年获得了独立 但是 由于英国为苏丹的独立 写定了一部非常草率的信法 也没有帮助苏丹 解决内部的统一问题 由此导致了以穆斯林为主的北苏丹 和以非穆斯林为主的南苏丹 爆发了以宗教 种族等差异问题的内战 在经历了两次内战以后 2011年 苏丹一分为二 而就在东北非 不断掀起独立浪潮之际 不甘落后的西非地区 也开始向殖民国家说不了 1957年 在经历了一些波折和流血冲突以后 黄金海岸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视为迦纳 且随着法国 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 压力越来越大 法国人不愿看到法首西非 和法首赤道非洲也爆发冲突 随即给各个殖民地下达了最后通牒 即要么说是 维持与法国的灵系 要么说不 断了与法国的所有灵系 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面对突然来临的重大选择 最初大部分发育非洲国家 还是选择了与法国维持关系 共同组成了法兰西共和体 只有几内亚选择了说不 所以在1958年 几内亚立即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 而法国为了回应这个反叛的家伙 以彰显非洲国家对法国的依赖 法国人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撤走了所有在几内亚的行政管理人员 经济援助和机器设备 甚至殖民地政府办公室的文静柜和电话 都被法国人搬走了 此外 法国人还特意请三来在法国军队中 任职的几内亚人 并且没有给这些人发反津贴 就在几内亚 几乎就要在这种不满情绪中 爆发动乱之际 来自先进独立的加纳和苏林的紧急援助 帮助几内亚挺了过来 而看到几内亚成功度过了困难时期 其他法属殖民地也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开始向法国施压谋求独立 法国人为了保持与非洲持续的经济联系 同意了这批西非殖民地的独立要求 所以在1960年 非洲迎来了独立年 14个法属非洲殖民地国家 在这一年都相继宣告了独立 而除了这些法属殖民地的大量独立 与这一年同时独立的 还包括了曾经的英属殖民地 尼日利亚 索马里和比利时殖民地干国 这其中 比利时干国的独立之路 尤为值得一提 很显然 拥有着丰富资源和经济效益的干国殖民地 比利时政府一点也不想放弃 但随着非洲的独立滥潮 欲淫欲裂 比利时政府终究不得不开始考虑 干国自治政府的可能性 1959年 看着因政治集会而演变出的 大规模难以控制的骚乱 比利时政府担心会爆发 类似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争 于是答应了干国人 政治独立的诉求 并迫令人不解的 把政治独立的时间 限定在了六个月内 在此前 干国的政治家 认为他们需要五年的过渡期 来勾进自治政府 而比利时人 这一出乎意料的动作 背后隐藏着的 是其处心积虑的一个计划 比利时人打算利用干国人 匮乏的政治经营 进而完成对干国政府的幕后控制 为了达成这一新殖民主义计划 之后比利时人 深深地卷入到了 干国内部一系列的动荡事件当中 并一度导致了干国在独立以后 加丹加地区的分裂与独立 且为了解决干国的这场政治危机 联合国因时任干国总理 卢蒙巴的要求 发起了第一次的违和行动 在联合国部队的帮助下 加丹加的独立运动被终止 但重新统一起来的干国 并没有因此迎来真正的稳定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干国仍旧动荡不已 如果说干国的独立之路 已经足够坎坷 那么曾经同属比利时殖民地的 卢旺达与布隆迪的独立 不仅是坎坷 更充斥着血腥 暴力和幻谬 图西人和糊涂人 是生活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主要族群 其中糊涂人的占比 达到了80%以上 糊涂人和图西人 其实十分接近 无论从语言 文化等方面 都没有太大差异 他们唯一的区别 是在阶级层面上的 糊涂人在前殖民地时代 多指农民或仆人 图西人 则是指畜牧业者 那么由于图西人 拥有着更多在非洲社会 被视为财富和地位上争的牛 因此 占少数的图西人 占据了这里的主导地位 成为了糊涂人的主人 而到了殖民地时期 殖民者为了并与管理 并把这两个本具有弹性的术语 改成了戒型分明的族群认同 把他们在法律上进行了区分 记录在每个人的身份证上 此外 殖民者还在这里 确立了图西人的种族优越地位 在经历了两个世界的殖民统治以后 图西人和糊涂人之间的不同身份 并被当地人广泛接受了 而这种族群兵界意识 之后显然也极大的影响了 卢万达与布隆迪的独立进程 犯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在卢万达 图西人想要维持少数人的特权 糊涂人则要求实现多数统治 由此导致了两个族群之间 开始出现了频繁的暴力冲突 一系列的悲剧事件也因此出现 1959年到1960年 糊涂人对图西人展开了屠杀行动 数百名图西人惨遭杀害 澄清上亡恐惧的图西人 被迫流亡布隆迪 坦嘎尼卡和乌干达 1962年 卢万达获得独立 拥有着绝对人数优势的糊涂人 实现了在这里的统治 而不同于卢万达的情况 在布隆迪 图西人则主导了政府 但类似的种族侵袭 却并没有因为单权者的不同而消失 独立后的布隆迪 一直都在屠杀和反抗中备受煎熬 而糊涂人与图西人的这种对立 在不久的未来 还将引发一场更为可怕和血腥的历史事件 在卢万达和布隆迪独立的同年 乌干达和阿尔及利亚也获得了独立 其中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历程 也是格外的惊心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 开展得非常早 1945年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 举行和平游行示威 遭到法国殖民单局的暴力镇压 以此为标志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 拉开序幕 1954年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营发动解放战争 殖民单局和当地人的流血冲突迅速升级 为了守住这块重要的殖民地 法国人派请了大量的部队 参与到了这场解放战争中 截至1958年 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部队多达50万人 但是 法国人的每一次镇压 都会激起更多的阿尔及利亚人 加入到民族解放阵型当中 而这场阿尔及利亚人伤亡代价巨大的解放战争中 今仍的阿尔及利亚人终究还是获得了胜利 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基本上等于宣告了法国 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已经迎来了终结 此时 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谨慎东非的吉布提 事实上 对于吉布提 身心俱疲的法国 也有意让他获得独立 不过 吉布提此时因为内部的对立等一系列问题 独立进程 推进的相当缓慢 法国人在1967年 吉利亚吉布提 实际上的自治权力以后 这个国家的独立 仍旧拖到了1977年 而当法国人 在非洲的各个殖民地 相继失去统治地位以后 作为非洲殖民统治第二大势力的英国 此时面对的挑战 也是与日俱增 坦卡尼卡先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 拉开了英属东非 去殖民化的序幕 也吹响了非洲独立运动下半场的哨声 1954年 在坦卡尼卡民族主义者 朱利耶斯·尼雷尔的领导下 坦卡尼卡非洲民族联盟成立 此后这个联盟 得益于当地人对殖民政府的 极度不满情绪 迅速壮大了起来 在此过程中 当地人普遍使用的斯瓦西里语 也被尼雷尔充分利用了起来 使之成为了多民族的坦卡尼卡 能够连接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另外 能力左右的尼雷尔 还获得了一些白人移民政治家的支持 1958年 坦卡尼卡非洲民族联盟 颠着多种族的信政压力 在会议选举中获得大多数席位 并顺利推动了坦卡尼卡 在1961年获得独立地位 之后 尼雷尔成为第一任 也是唯一一任的坦卡尼卡总统 为什么是唯一一任呢 因为在1964年 坦卡尼卡又与新近独立的 三级巴尔合并了 成立了坦三尼亚联合共和国 尼雷尔之后成为了首任的坦三尼亚总统 另外一些军迷可能比较了解 坦三尼亚与中国 有着深厚的军事交流 坦三尼亚的军队更有着非洲人民解放军之城 那么在坦三尼亚诞生的童年 禁令的肯尼亚 也在金南的独立运动中 获得了成功 实现了独立 事实上 也是因为尼雷尔在坦嘎尼卡的行动 包括肯尼亚在内的诸多英属东非 和中部非洲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 也被进一步激发了 有别于坦嘎尼卡的独立 肯尼亚的独立之路走得颇为艰难 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运动 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毛毛起义 毛毛起义是草根发起 旨在反抗白人不公殖民统治的一场运动 关于毛毛一词的来源 目前不是特别清楚 大多数的观点 是认为这个词 与金库尤人的神秘宣誓仪式有关 金库尤人是肯尼亚占比最多的一个民族 也是毛毛起义的主要参与者和支持者 毛毛起义在最初 主要通过在农村进行暴力活动 包括罢工 纵火焚烧农产建筑和专家 残害深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到了40年代末 毛毛起义开始变得更具组织性 他们通过举行秘密的宣誓仪式 来强化团结和效忠意识 同时 他们起义的目的 也从把殖民地拖入全面战争 转变为了迫使白人移民离开肯尼亚 起义者们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治自由 结束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公平分配 1952年 毛毛起义者与白人移民 以及与殖民地政府合作的 非洲酋长们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 殖民地总督在这一年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往后的时间里 与毛毛起义无关 当时被殖民地政府 怀于参与起义的 非洲诸多政治领导人被逮捕 那些直接或进阶 与毛毛起义相关的人员 都被英国人关进了集中营 并遭到了虐待 举行在1952年到1955年间 有超过1万多人遭到当局迫害 而毛毛起义虽然在1955年末被镇压了 但对于肯尼亚人而言 这些年的激烈斗争也获得了一些成功 因为他们离政治自由更进一步了 毛毛起义让英国政府 拒绝了当地白人移民的过分要求 也让英国在1960年 接受了肯尼亚自治政府 非洲人多数统治的原则 并最终帮助肯尼亚 在1963年获得了独立 就在英属东非 频频传来黑人解放的声音之时 英属中部非洲的局势 在当地人的努力之下 也开始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中非联邦成立于1953年 这个联邦成立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在当时 还被称为南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的经济联系 成为媲美南非联邦一样的存在 另一方面 则是希望这个强大的联邦 能够集结起足够大的力量 抵抗非洲人 愈演愈烈的独立运动 中非联邦的出现 强化了中部地区白人的主导地位 而对于这些地区的黑人而言 他们不仅没能受益于联邦成立 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他们获得解放的时间 还因此被建议不拖延了 所以在当时 非洲的民族主义者 极力反对邻邦计划 一系列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 在中非邻邦存在期间此起彼伏 另外 自非洲独立年以来 英国人也意识到了 非洲的病革风潮 终将横扫整个大陆 即使支持中非邻邦的少数白人统治 注定将徒劳无果 所以在非洲人竭力的反抗 和英国人对历史趋势的无奈认同之下 并有了1964年 赞比亚和马拉维的政治独立 而中非邻邦也早于一年前瓦解了 不同于赞比亚和马拉维的情况 南罗德西亚 也就是未来的津巴布韦 这个地区相比秦兰者 拥有着更多的白人移民 且这里的政权也被白人所掌控着 他们坚决抵制非洲人的多数统治 这种背景之下 津巴布韦的独立之路 只剩下了一种方式 激发起武装斗争 1965年 白人成立的罗德西亚政权党 单方面发表了独立宣言 宣布南罗德西亚 为一个独立国家 不再受英国人殖民统治 而英国人虽对此表示抗议 但是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来阻止独立 于是 推翻这个非法正常的战争 并只能由津巴布韦黑人 自己承担了起来 从1966年起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开始和罗德西亚安全部队 爆发冲突 在早期 由于津巴布韦内部各政党的意见不和 等各方面的原因 津巴布韦解放战争的走向 一度不利于津巴布韦黑人 直到20世纪70年代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获得了墨桑比克解放阵营的支持 战争的局势 才开始发生转变 墨桑比克解放阵营 是向葡萄牙殖民政府发起挑战 意欲解放墨桑比克的一个武装力量 在这股力量的反抗下 墨桑比克于1975年赢得了独立 有了墨桑比克的帮助 坚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得以沿着墨桑比克西部边境 进入罗德西亚 偷袭罗德西亚安全部队的大后方 虽然为了惩罚墨桑比克的支持 罗德西亚安全部队 曾资助并武装了 一个名为墨桑比克全国抵抗的组织 来破坏墨桑比克的经济 进而涉图创服墨桑比克 不再对坚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提供支持 但是这一策略最后失败了 罗德西亚的白人统治者 不仅小看了墨桑比克的坚定立场 也低估了团结起来的黑人们 所爆发出的亡强抵抗力 此外 在冷战背景之下 社会主义阵营 也为金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提供了诸多支持 而这些援助力量 都最终帮助了金巴布韦 于1980年获得了独立 不过 在赢得了政治上的自由与独立以后 黑人治下的金巴布韦 没能迎来真正的稳定 罗伯特·穆加倍治下的经济混乱 使得如今的金巴布韦 深性恶性通货膨胀 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那么在中费林班中的三个国家 获得独立之时 还有14个非洲国家 也在这段时间里 相继获得了独立地位 在这些国家当中 普属殖民地的独立过程 尤为值得一提 相比其他欧洲国家 葡萄牙其实是一个欧洲穷国 非洲殖民地对于葡萄牙而言 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支柱 不到万不得已 葡萄牙人绝不会对独立做出让步 这种背景之下 预示着普属殖民地的黑人们 只能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 才能获得解放了 普属殖民地最新开展斗争的地方 是普属最小的殖民地 几内亚比绍和佛德角 1959年 几内亚比绍和佛德角的非洲独立党 领导着一场大罢工 遭到了殖民地警察的残酷镇压 造成了50名工人死亡 这起射箭成为了1963年 全面战争爆发的关键转折顶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解放事业 几内亚比绍和佛德角 最终在1974年和1975年 相继获得了独立 另外在独立以后 几内亚比绍和佛德角的非洲独立党 曾试图要将都被该党控制的 几内亚比绍和佛德角 统一成为一个国家 但是1980年 在几内亚比绍发生的一场军事任兵 使得这个计划被终止了 在任兵之前 两国的国旗几乎相同 甚至还共享过国歌 而当此前的几内亚比绍 和佛德角的解放战争持续之际 普蜀·安哥拉·莫桑比克 也相继爆发了解放战争 而这些战争 无不大量消耗了葡萄牙的国库 以至于当时葡萄牙住殖民地的一些高敌将领 已经默认葡萄牙 不可能在这些解放战争中获得胜利 另外 在1975年 与莫桑比克一同独立的安哥拉 在冷战的影响下 之后还深信在了漫长的内战当中 受东方集团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和受西方支持的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让这场内战 变成了这些敌对国家的代理人战争 从1975年 直到2002年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获得胜利 27年的惨烈战争 造成了安哥拉近80万人死亡 4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安哥拉的基础设施更是被摧毁殆尽 内战结束以后 稳定下来的安哥拉 凭借其丰富的矿产和石油储量 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 不仅让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 集中在了极少数人手中 同时也造成了安哥拉经济增长的高度不平衡 钻石和石油 占安哥拉出口收入的90%以上 其中中国是安哥拉最大的石油需求国 那么就在几乎所有非洲国家 都已经实现了独立 并且开启了非洲人多数统治支持 还有一个国家成为了例外 它就是南非联邦 就当时而言 南非联邦与这些独立的黑人国家 有很大的不同 而如此情形之下 似乎都注定了南非黑人 为争取政治权利和平等的道路 将会是异常的艰难 那么南非的黑人 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和信念 去打破这些压迫与不公 去争取那本就属于他们的权利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